大家好 我是Brian 來到這集就跟大家分享一個神的伯仁 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這個 很虔誠的基督徒Brandon Biggs 其實他近這十年經常都會見到一些神給他的異象 然後他將這些異象在網上跟人分享 很多人也都發現他這些異象其實是一些預言 他所說的話很多時候都會被他講中 而他最近也看到一些異象關於我們人類 未來可能會面對一些災難 當中包括一些大地震 一些瘟疫 以及一些金融危機 究竟在哪個位置發生大地震 有些什麼病毒導致這次的瘟疫 甚至金融危機裡面會發生什麼事 稍後會跟大家去詳細分析 關於Brandon Biggs如果我的聽眾應該不陌生 因為我兩個月之前才做過這一集 正正就是這個基督徒他預言了 這個特朗普的槍擊案 但他在這個槍擊案之前的四個月 他在一次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已經說到他看到這個特朗普槍擊案的異象 他看到當時的子彈是飛越了 特朗普的耳朵 而特朗普呢 最後他 在這個 在港台上進行祈禱 而當時我這一集也有分析到 這個 Brandon Biggs所說的 語言 跟我們現實生活 那次的槍擊案所說的東西 是非常之接近的 有興趣你看回這一集的分析 而當時這個Brandon Biggs 是接受一個 穆斯的訪問 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的 穆斯 Steve Chicolanti 當時這位穆斯就訪問 Brandon Biggs 以日期就是2024年的3月14日 去訪問他 就是這一日 Brandon Biggs就說到 他的異象裡面就看到 特朗普的槍擊案 當然當時未發生 因為去到7月份才發生這件事 所以當時這個穆斯都是當一個故事 去聽Brandon Biggs分享這個異象 誰知四個月之後 真的發生了 特朗普的槍擊案 後來那些人再回到 Steve Chicolanti的 穆斯的網站那邊 去找這條片 證實這條片 訪問片段是3月14日 足足在這個槍擊案的四個月之前 進行訪問的 絕對不是 一個造馬的過程 假裝是4個月之前 所以大家可以查證這件事 真人真事 所以他絕對在那件 槍擊案發生之前的4個月 說了出來 而他說的內容 跟我們當時 在新聞報導的片段 所見到特朗普的動作 甚至槍擊的過程 其實都是非常接近的 有興趣 看看我那一集的分析 而最有趣的是 他這次訪問 其實主要針對不是說 特朗普的槍擊案 因為特朗普槍擊案 只不過是答單說 因為這次訪問主要是說什麼呢 就是這個穆斯訪問 Brandon Biggs 關於 當時 未來4月份 美國本土將會見到一次的日傳食 所以這個穆斯訪問 Brandon Biggs 問他 究竟對這個日食有什麼見解 而他在說這個日食見解的過程中 順便說了剛剛他在意象中所見到的 特朗普槍擊案 所以你就會見到 那樣東西似乎 是跟這一次的日食有關 究竟日食其實在聖經裡面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竟然在Brandon Biggs 這次訪問過程中 他主力是說日食的過程 反而就帶出了 特朗普槍擊案的 預言事件出來 究竟 日食 是不是有一個真正的 神學意義在這裡呢 事實上日月食本身 在猶太教裡面有他們的解讀意義 在日食裡面來說 猶太教會認為 關於世界上會有大事件發生 而月食就關於以色列會有大事件發生 這個就是他們的概念 當然我們基督教會不會都有這個日月食的意義呢 稍後我會再跟大家分析 我們先看看今次 在2024年4月份 美國本土發生了一次的日傳食 背後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呢 原來今次這個日傳食所發生的位置 跨越的 跨度也挺大的 主要是 接近美國東岸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那些人去畫 可以觀察到今次的日食的位置 他們發現了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他們發現原來 當中 穿越了一些城市 大家藍色這個尤其是左下方 去到右上方 這條路徑 就是今年4月份 美國本土所發生的 可以觀察到日傳食的地帶 他們發現 留意 有些紅點 這些城市 標示了出來 代表什麼 他們發現這些名字 和聖經本身有特殊意義 很多個名字都跟尼尼美城 這個名字 是同一個名字 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這個 這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他們發現有六個 同時叫做尼尼美的地方 這些地方都是在 美國本土裡面的城鎮 剛好就可以觀察到今次的日式 而這些城市的名字就是來自聖經 稍後我會再解讀聖經裡面怎麼看這個尼尼美的 所以那些人就發現了有這個巧合性 那我就去查證 究竟是不是就是這樣 有六個地點 都是叫做尼尼美的 剛好是今次這一次4月份的日式 可以觀察到這個日傳食 是不是呢 首先要查證 那我就去了 去看看今次日式 跨道 日式帶究竟在哪個位置 都是同一個畫面 不過就是左下方到右上方的路徑 就是今次美國接近東岸位置的城鎮 有機會看到今次的日傳食 但我發現跟剛剛那幅圖似乎是有點不同 似乎剛剛那幅圖的日式位置 就不是那麼準確 而這個是比較準確的日式路徑 我發現 他只是穿越了兩個城鎮 而這兩個城鎮的名字 就是叫做尼尼美 就不是剛剛所說的六個城鎮 反而有其餘的尼尼美是離開了日式帶 所以剛剛那幅圖似乎是畫歪了 似乎不是來自一個專業的 日式帶的圖 去做個構圖 反而這一個大家畫面所看到的會準確一點 但至少告訴他真的有兩個城鎮叫尼尼美 又剛好 是可以看到這一次美國的日傳食 究竟背後有什麼意義 聖經怎樣看尼尼美 其實在舊約經文有詳細的記載 而尼尼美這個名字可能也跟耶穌第二次回來的預言 是有關的 這些神秘的內容稍後回來和大家詳細分析 我兩本著作《迷失的帝國》和《墮落守望者》真修版 現在已經可以在全港各大小書店購買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一下 而相關著著作也推出了電子書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到Google Play圖書購買 說到尼尼美城 不得不提一個人物叫做若拿 其實記載在舊約聖經的若拿書裡面有說到這個故事 當時耶和華要求若拿 要去尼尼美城 傳道 希望當地人可以悔改 因為尼尼美城裡面的人犯了很多罪 神希望派若拿去幫助他們悔改 不過若拿竟然拒絕耶和華 想逃走 想逃走去他斯這個地方 於是立刻去到碼頭找一艘船 要去他斯 他真的被他找到 然後他給了 船費 然後上了船 想逃避耶和華要求他所做的事 耶和華知道他上了船後 而這艘船也駛出大海 耶和華於是用一個大風暴 令這艘船左搖右擺 而裡面的船員和水手都很害怕 各自向自己的宗教裡面的神去討告 希望他們的神可以拯救他們 但發現沒有結果仍然是大風大浪 而當時這個若拿竟然跑去船艙睡覺 而其他水手和船員 沒辦法開始求籤 希望究竟在船上什麼人得罪了神 才會受到這種海浪的懲罰 於是他們求籤 求籤的結果他們發現 竟然他們知道是若拿 似乎若拿身上 做了一些事去激怒了他的神 才令到大風大浪 於是他馬上走到船艙去問若拿 究竟你做過什麼事 似乎你的神懲罰你 因為我們發現似乎是你的神 令到這個大風大浪 究竟你做過什麼事 若拿沒有辦法就跟他們說 他在逃避耶和華 叫他去侍奉神 叫他去尼尼美城傳道 但他沒有做到逃避 所以跟著那些水手就問他究竟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整停這個風浪 怎樣可以令到你的神釋路 然後若拿竟然說 不如你們把我拋到大海 當我離開了你們手船的時候 神只是懲罰我 就不會懲罰你們 所以那些風浪應該會平息 而當時那些船員就不希望這樣做 也不想突然拋若拿下去 因為知道在大海大風大浪的過程中 如果把若拿拋下去 就等於把他去送死 這些水手都很有人性 這些水手 他起初都沒有把他拋下去 他們繼續希望可以逃避這個大風大浪 但最後都頂不住 其實他們都有嘗試向耶和華討告 但也不行 於是他們就聽若拿說 既然這樣我們就不如把若拿拋到大海 希望可以挽救自己的手船 亦可以挽救自己的生命 最後他們真的把若拿拋到大海 就是大家畫面所看到 那些水手拋到若拿 若拿就是在大海中漂浮 而當這些水手把若拿拋到大海後 竟然真的是風平浪靜 幸好耶和華也照顧若拿 他安排了一條大海 把若拿拋到大海後 若拿就在漁福裏面 三日三夜 其實是受到大海的保護 曾經有人認為這條大海是否一條鯨魚 竟然可以把一個人拋下去 若拿也可以在裡面生存了三日三夜 如果你看原文的確是一條大海 這裡說了把若拿拋到漁福裏面 三日三夜 那究竟這條大魚是否我們所說的鯨魚 我查回原文 原文即而且是普通魚 不是鯨魚 因為嚴格來說鯨魚不是魚類 鯨魚是捕魚類動物 所以跟魚是有分別的 既然原文聖經那裡說的是魚 即是用腮呼吸 鯨魚是用肺呼吸 所以應該不是鯨魚 真的是一條很巨大魚把若拿吞了下去 吞了下去發生什麼事呢 若拿就在漁福裏面 討告悔改 向耶和華討告 即是感恩耶和華 透過這條大魚去保護他 在大風大浪的日子 透過漁福保護他 如果沒有這條魚 其實他一早可能在大海浸死了 所以他就討告悔改 感恩神的拯救 過了之後 神就看到他悔改 於是就命令大魚 將若拿吐到乾地上 即是那條魚游到沙灘附近 把他吐到綠地上 若拿成功得救 在這個時候 耶和華再跟若拿說 你這個時候是時候侍奉我 你要再去尼尼美城 呼籲那些人悔改 不要再犯罪 那若拿既然 那條命 就被耶和華救回 於是唯有聽話 就真的走去 這次去尼尼美城 傳道 去講神的說話 他去到講完之後 他講了什麼說話 對著當地的人民 他就說 再過多40天 尼尼美城 就會被神 滅成 你們快點悔改 那些人聽完之後 真的相信 若拿的說話 立即禁食 禁食禁告 由小到大 所有人都立即禁食禁告 連所有的動物 連他們的皇 國王也下命令 所有的動物都要禁食 也不可以喝水 在禁食的過程中 大家都要悔改 要向耶和華討告悔改 他們整個城裡的人做了這個動作 悔改 做了這個討告之後 神就顧念他們真心悔改 於是就決定不降災下去利利美城 而這個城市最後40日後是沒有被毀滅的 所以告訴他們這次約拿 他真的做了神 要求他所做的事 拯救了整個城鎮和城鎮的所有生命 包括所有人和動物 都沒有因為他們的罪 而令到耶和華降災 這正正就是整個約拿故事的重點 即是告訴他們約拿 是跟這個利利美城有關 沒有了約拿的話 這個利利美城 其實一早就被耶和華去滅城了 所以其實整個故事是說的是悔改 就算約拿本身他先悔改 他本身是逃避耶和華 要求他侍奉的工作 他也逃避 但經過神的拯救之後 他也悔改後 按照神的心意去到利利美城 去拯救了城裡面的人 甚至裡面的生畜 全部都是跟這個約拿有關 如果我們看看剛剛的日食事件 剛剛我們都說到整個日食本身 穿越了兩個城鎮 都是叫做利利美的 這是相當有趣的 如果你們看回今年4月8日 在美國那一次的日傳食 我可以模擬一次給大家看 就是大家畫面所見到的 現在紅色十字所指向著的 其實就是月亮 你會看到月亮慢慢接近太陽 最後就去到太陽正前方 換言之就是太陽月球和地球連成一直線 而如果你站在地球上去觀察太陽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日傳食的出現 而如果我們放軟來看 究竟這個位置發生在哪一個星空或者哪一個星座 原來正正就是這個雙魚座上面 去發生這一次的日傳食 你記不記得剛剛我們也說了 在美國那邊就有兩個城市叫做利利美 它是可以觀察到這次的日傳食 而利利美本身就是得到這個約拿的教導 他們才整個村人 或者整個城市的人才悔改 而竟然這次在美國上空所出現的日傳食 正正就是這個雙魚座上面 又是跟一條魚有關 如果你記得剛剛約拿的故事 約拿就是受到一條大魚的拯救 在漁福裏面三日三夜 完成了這個拯救之後 它出來的時候才去到利利美去傳道 究竟是否在講一個天地對應呢 地面上的利利美的美國城市 可以看到這個日傳食 而日傳食發生的位置就是雙魚座 就跟約拿的故事是非常之吻合的 而有趣的是考古天文學家發現 當年的古城利利美真的發生過一次的日傳食 他們發現 推算公元前的763年的6月15日 就是利利美的上空出現了一次的日傳食 而後來有些聖經學者 再推算約拿當時去利利美城 去傳道港道 去傳說耶和華的說話 是何時呢 他們發現約拿去利利美城 很可能是介乎公元前的773年至755年之間 所以剛剛那個利利美城的日傳食 是763年 就剛剛好是介乎這段時間之間 所以究竟是否在講 當時約拿去到利利美城去傳道的時候 去港道的時候 真是上空出現了日傳食的話 即是告訴他們 上帝將這個先兆放在天空 預兆或是代表天地的對應 地面上就是約拿去傳神的福音 或者令到地面上的利利美城的人 可以悔改 而天空上就是神的預兆 會不會是這樣呢 而事實上耶穌也提醒我們 他也有用到這個約拿的比喻 去比喻自己 當時就記載在這個馬太福音12章那裡 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 就問耶穌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神跡 然後耶穌就回答他們 在這個邪惡淫亂的世代 只有約拿才知的神跡之外 很難再有神跡給大家看 而耶穌也說到這裡 耶穌親口說 約拿三日生夜在大嶼的土福裡 而我將來也要三日生夜在地上 當然耶穌在說什麼 他將來受審判 即是被人出賣後受審的時候 他也會死後三天復活那件事 他們也說可獻這宗 讓耶穌也要承認這個世界的聚意 neighbour把耶穌和以當年還便宋悔改 所以這值得我們留意 竟然耶穌用舊約的約拿故事去比喻自己接下來要做的事 再加上剛剛我們也說到美國這次4月8日的日傳食 有兩個城市叫尼尼美 剛好也是他們上空見到這次的日傳食 這會不會是神給我們世人的先兆 叫我們紀念當年尼尼美城發生的事 會不會是神透過這次的日傳食提醒我們世人真的要悔改呢 會不會是這樣的意思呢 而事實上聖經也提醒我們去到末後的時候 日傳食或日食本身就是神給我們一個先兆 因為晚太福音24章耶穌親自說到末後的時候 日子的災難一個太陽要變黑 這是人子的少徒要顯在天上其中一個少徒 也說了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人子帶著能力和大榮耀駕雲降臨 即是說耶穌第二次回來 所以這裡簡單來說就是耶穌第二次回來 其中一個先兆就是日食 太陽要變黑就是日食 當然之後的經文就是月亮也不放光 可能也牽涉了這個月傳食 但起碼提醒我們日食這些先兆是要特別注意 究竟當這個日食出現的時候會不會地面上發生的事 是值得我們留意 而今次就是這個美國尼尼尾城上空出現 再一次讓我們看到耶穌先後兩段經文 包括這個太陽要變黑 以及他也都引用了約拿的故事 去比喻自己的復活事件的時候 這個值得我們注意 究竟今次4月8日這件事 是不是神給我們一個預紹 提醒我們世人 如果有罪的話 是要盡快悔改 就好像當年未來未成的人 悔改之後 就不會面對大災難 似乎耶穌可能藉著這次這個日傳食的事件 提醒我們 真的要留意這個世界局勢的發展 可能說耶穌越來越接近他第二次回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更加認真悔改 歸信這個主 而最重要就是當這個Brandam Bix 他在接受訪問過程中 就說這個日傳食的過程 他也加插了一段說話 就是在討論特朗普遇刺案 因為剛剛也說了這次訪問 是今年的3月份的 去到7月份的時候 特朗普才真正發生了這個槍擊案 所以他真的四個月之前 就說了這個槍擊意外 所以很大機會都是耶穌被他見到這個異象 因為剛剛我們所說的日食 已經跟耶穌本身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而現在耶穌也被他見到的異象是關於這個特朗普 究竟特朗普是否對未來的美國是很重要 會不會有些很緊要的局勢會發生在美國上面呢 我稍後也會再跟大家分析 問題就是為什麼Brandam Bix 因此他會接受到這麼多來自耶穌或神的異象給他呢 原來他這種能力是來自10年前的2014年的7月6日 當晚他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之間感受到耶穌在他身邊 然後他覺得自己有一個類似靈魂出竅的感覺 好像神耶穌親自帶他去到一個奇幻的地方 他一直跟著耶穌去 耶穌就把他帶到一個充滿閃電很多火光的空間 他說他不知道去了哪 總之他相信主耶穌就跟著主耶穌去 在這個時候突然之間有一個女士 急速跑向Brandam Bix 就跟Brandam Bix很驚嚇地說 所有基督徒已經升上天 很驚嚇地對著Brandam Bix這樣說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女士跟著繼續跟Brandam Bix說 基督徒升上天之後 地面上的人陷入恐慌 很恐懼的 到處充滿了災難 很多火光火焰在Brandam Bix的眼前出現 很多人搶劫 很多暴力出現 竟然在這個情境呈現在Brandam Bix的眼前 當時Brandam Bix覺得很驚訝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但如果我們對比聖經 其實說得很清楚 在聖經預言 馬太福音24章 耶穌也親自說 當他回來的時候 這裡說了有一件事 其實剛剛也說了 就是人子帶著能力和榮耀 駕魂降臨之後 發生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這裡所說 耶穌會猜獻天使用大聲號筒 從四方八面 去召集他的選民 其實這裡說的是什麼呢 這裡正正是說被提事件 所以剛剛Brandam Bix的異象中 那個女士提醒他 很多基督徒升上天 這就是對應馬太福音24章 這裡所說的被提事件 除了被提事件之外 其實Brandam Bix也看到更多異象 包括耶穌親自帶他去到天堂 究竟Brandam Bix眼中所見到的天堂是怎樣呢 甚至耶穌亦都被他異象 見到未來人類將會面對一些大災難 包括大地震 瘟疫 以及一些金融危機 將會發生 究竟當中會發生什麼事 究竟是否配合聖經的內容 這些內容所有分析 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Youtube會員專區 跟大家詳細分析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析有興趣 不妨加入我的會員 入會的連結已經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記得給LIKE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